被怎麼拒 那個建築聚落群是新聞之法 就是那個聚落建築群 它以後會有這樣的一個案子 就是一個名稱就出來 那它也不是聚落 就是指聚落的建築 因為聚落有人的因素 那大概這個地方空了 當然可以用那個聚落建築群 我的意思是說它是雙重 可以有雙重生物 這個是怎麼去解釋 可以就是說 就像聚落本來裡面也有古蹟跟利劍 就是你給這個大範圍的聚落 然後你可以給甲洞、蚁洞、丙洞、利劍、丁洞、物洞、古蹟 這個都可以有雙重生分 就同時具有稱這一群叫做聚落 就稱這個南菜園叫做聚落建築群 那裡面可能還有還有的叫古蹟 可以 你問我幾段 可以五棟都不是古蹟或五棟都是古蹟 可以啊 也是可以 那沒有問題 它可以有兩個名稱 所以我們如果說是有這個雙重生分 那要去區隔的時候 五棟裡面哪幾棟是古蹟嗎 不用還是要 其實如果你要給古蹟的話是要的 對 那你也可以給說這五棟都叫古蹟 對 如果你要兩個身分 具體的例子來講 比方說鐵綠集特產 它是一個保存區 它是一個保存區 但是它裡面有幾棟是一棟 所以幾棟是一棟 所以幾棟是一棟 然後幾棟是一棟 或者像迪化街 迪化街我們也是一個街區 這街區裡面有建築 所以普通建築 用的一些建築 那就可以 弱勢 OK 好 那我們還是回歸討論 賴明小畢老師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沒得到凱明的解答 就是那個修復計畫 調查研究宣言有關 涉及到 就是原先為歷史建築身分 它的修復要求到底是什麼 這個要有所澄清 因為就涉及到把這個東西 如果重新提升為土地的話 那它的修復原則會不會不一樣 就是涉及到報告的事情 因為調查研究的報告 涉及到這個 就是我們將來的修復要根據這個 那這樣的話 你的調查研究報告裡面 要不要重新變分等等這些事情 因為你這個現在是用那個 那個老黃紙那個 就是有沒有澄清一下 老師 老師我看過 其實他本來就是用 古蹟的標準做了調查 其實很仔細 梅根的位置 地點 非常仔細 對 他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他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到後來審查的時候 其實我看 蠻多委員都依照這樣的一個結論 說要定為古蹟 到現在的資料還是這樣 可是當時最後的結論 稍微有一點差異 應該就是考慮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好 如果這樣的話就是說 回歸到專業 跟過去的這樣的一個判斷 跟現在的提出來 現在唯一有的一個差別就是說 你由歷劍 如果說變古蹟的話 那即使是就是說 過去是這樣認定 但是剛才有兩位委員提到 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這個 新的這個市政 或價值的增加認定 那這個部分可以在 剛才副局長跟這個 王委員這樣說裡面 那可以被涵花接受嗎 就是他過去 就是可以被接受 也應該是有具備這樣的 古蹟的價值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做這樣的一個認定 那可以被接受嗎 立委員 什麼新的想法 所以我剛剛才能提一個 反正說 到底我們的山景 有沒有被用這個理由去不一樣 其實老師山景跟這個不一樣 山景從來沒有用古蹟的標準 去做過再利用計劃 這一本報告書 他的名稱就叫 前南菜園日市宿舍 古蹟修復再利用計劃 他很明顯的 他就叫古蹟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過去 就是很多的案例 都會用那個叫做 新市政這個來處理 但我現在只是 我現在馬上想到就是三級 當之前也有應該會 有別的案子 那到底這個標準 是不是我們 後續大概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因為很多的 尤其在跟 我簡單來講 像更新範圍內的 有古蹟跟沒有古蹟的差別 都很大 很多了 這個 因為他的容積的關係 就可以全面等等這些事情 就很多標準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用這個理由來 因為今天如果通過的話 其實有我們的理由 我就不能用這個 新市政這個理由 而拒絕等等這些事情 那就要為自信 後續有人再來提的話 那我們用什麼標準來處理這個 那當然有些可能很幸運 這一棟可能就是 因為之前有講過了等等這些事情 那以後沒講過的可不可以 大概就碰到競數性問題 或是價值等等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是群體建築 然後它是整梯的 然後當初的理由只是覺得說 因為它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有兩棟是完全依照原有修復的話 至少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建築狀況 然後事實上它這整批它是 都是價值是一樣 那我覺得跟三棟不太一樣 它是單棟建築 所以如果說它的確 你說單棟建築的時候 你說要提升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心事證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裡的情況跟內閣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當時指定的理由 在第五頁的地方有當時指定的理由 其實它其他的歷史經理也都符合這些理由的 只是說當時覺得我們用比較 用古蹟來保存原來一模一樣的構造 室內裝修 覺得以當時的那個狀況 覺得這是至少能做到的 這不是說我們既然有價值 你為什麼不就指定下去 因為當時的確是因為你修 完全要依照那個檜木這樣去修 你的單品的那個預算是比較高 那因為今天的社會氛圍大家都覺得 我寧可要花比較多錢把它修得好一點 然後我在這個活用的時候呢 可以更增加它的價值 然後這個氛圍跟那個時候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做這樣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跟山頂的那個狀況真的是不一樣 謝謝 我覺得就是今天討論的議題其實是存在一個基礎的條件 就是我們要去變更前一次 前一次的那個審議的結果 那聽下來就是兩個依據 第一個是我們考量到業主未來的那個需求 那另外一個就是業主意願改變 所以我們去變更人來的那個指定或登陸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請各位委員再思考一下 就這樣子的變動 這個是會是個案嗎 還是它是個通案 那這樣子的環境的轉變 別的案子難道沒有嗎 那這件事情我是覺得可能各位委員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整件事情其實存在 因為當時候的指定的環境跟現在的環境當然確實是不一樣 只是我覺得在調整上一次的會議決定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覺得需要謹慎 這個案子如果跟上一個案子比較起來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 這是一個上市決議的混動 那剛剛的那個台營的狀況 如果依照那個剛剛我們的邏輯 那個陽明山的那個文化景觀 我們是不是也要讓它變成古蹟 對我覺得這樣子的例子 是不是隨著環境而轉變 反過頭來講 我覺得我們當時候的指定 是不是也太有一些產性存在 而不是回到建築的價值在做確認 所以如果我會覺得如果是比較永續的在思考這件事情的話 比較長遠的在思考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就是回歸到建築專業的這個回應 那心事證當然我覺得是一個名詞 只是說在我們剛剛提的時候 跟明老師應該都一樣 就是其實對我們而言 其實新的討論的那個依據 然後變更的理由 具體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請各位委員再斟酌一下這個想法 好的 再說好 因為這個不是專業的問題 也不是專業的問題 而是我們文資法 或者我們今天文資委員在這裡 我們希望的就是能夠盡可能保存這些 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然後根據當時的時空 我們用最好的方式去讓它可以保存下來 如果我們當時堅持說 欸這都應該是古蹟 你在那個時候 其實說不定火災更早就發生了 或者是其實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讓這種木造建築 可以不露痕跡地壞掉 事實上我已經知道有些地方是用這樣的方式做 我不想在這邊講 我實際上可以告訴大家怎麼樣可以不露痕跡 所以當時的方式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委員在講說 你們當時為什麼不把專業拿出來 為什麼今天要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我覺得甚至這些委員 對於在專業上我覺得都值得討論 就是到底現在大家講的這些是不是這個專業 因為我們這個專業的存在是為了要保存的 不是為了要依法執行事情 因為我覺得依法執行只要有法就好了 不需要委員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這一點 好 謝謝 但我現在看 現在用歷史建築跟用古蹟做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沒什麼差別 所以現在有自愛難行也沒有 就是結果都一樣 只是要把它變成古蹟跟不變成古蹟 這個理由到底會是什麼 因為看來現在結論 如果按照剛剛講的那個修復計畫 如果都一樣的話 除非 老師 其實喔 其實從現在開始就是7月27號以後 所有在台北市內 現在400多處都要檢討 要依據新的內部檢討 歸類 對 歸類 那歸類不適當的 是不是也應該利用這次的機會再重新調整 那如果說過去指定的 當然有價值的 上次文化部也發了一個函 如果各地方文化局認為有提升價值 要自行檢討提升 這個倒是可以有文可以證明的 這個倒不是不能做啦 就是說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 覺得是歷史建築 現在就不能再調整沒有這樣 上次大概也問過文子群這個部分 也請老師放心 所以還是回到這個整個檢討的機制 跟回到整體的 他現在如果來談 這個時光環境下 他有沒有必要性 我覺得也請老師來參考 來 主席 各位委員 我想 剛暫定之下 似乎呢 在上一次我們決定他身份的時候呢 是有妥協的成分 今天只是把它恢復而已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呢 是不是我們還要重新再考慮一下 這是我的想法 來 第一檔 對不起 南部議長 第二次發言 針對各位各位委員的寶貝意見 我現在首先非常感謝我們王老師 那個委員在所有的過程 當年的時候就是已經認定 他都是古籍為了法外的一個 就是人情部分 還有這個所有的費用負擔 就因人之面 結果搞成今天一些爭議 那我覺得這是實料所及的 那現在既然說我們的委員 一定要走入行政程序法 我們知道現在文字法在修 那行政程序法當走入新的部分的時候 你文字法修的部分 可以做新事實的改變 你也可以拿來做參佐 你這個聚落 當一個聚落它本身 都是這個歷史古蹟的一部分 你為什麼整個聚落當中 它同步的同時間的建築 同時間的一個風貌 你可以在裡面說 它還是歷史古蹟 在文字法裡面多了一個聚落的部分 這就是一個新的法的產生衍生 你們可以重新做考量 古蹟全部就是一個全部古蹟 今天台灣銀行已經很有誠意 願意用古蹟的價值 它多用這個金額去修復它 對我們的文史保存是一個很具有意義的 而且注意非常大的 我們這邊如果變成它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新的法 因為一山頂倉庫 我們這個部分 是用個案 不能在這個地方等著等著的討論 謝謝 好 我想就是說相關的這些依據 還是排放給這個原來充分同分 在過程裡面就是說 我們請大家來練習 就是說在事實上 如果說有完全不正確的 不知道是歡迎大家隨時提出補充過 但是為什麼要怎麼去做 我想還是要尊重委員 好不好 謝謝 賴恩在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王老師 或兩位老師談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 從時空上或專業上 我是覺得他們都有道理 但是不管它 可是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台銀不能說 那個時候也是因為考量 現在也是考量 這樣就 將來我們在磁房上會有問題 那第二個我就覺得不管答案是什麼 我覺得不能說用減稅來做微妙 再upgrade到補給的理由 因為否則的話 我們未來會很難形式的 這是我剛才的意見 謝謝 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以後會不會有其他的例子 也比照這種 但是像這樣子 就是南城園 其實他這五棟其實都是同樣一個形式 然後做這樣其實例子真的不多 就是楊明山其實他也不是每一棟 他不是同一個時期興建 然後每個狀態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大家就不用擔心 因為這裡是真的是很特別的例子 然後當時也是考量 因為他的建築形式既然都是一樣 我記得憲耀老師其實以前有提過 就是關於我們那個時候 關於日式時期的木造宿舍 是不是叫保存 其實他都還在爭議 覺得日式宿舍有什麼嘛 我們小時候都住過 然後台北市有一大堆 其實那個時候是有這樣子的疑問的 然後那個時候憲耀老師提過說 其實我們每一種類型高等官社 或者什麼判官社 我們可以留一種 就是讓每一種類型留一種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妥協的方式 因為我們也覺得歷史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也不能夠說整個城市 我們都要停留在某一個時期 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他既然有好幾棟 所以可以完整的保存一部分 然後其他可以有一些新的建材 或者新的工法 是這樣子的考慮 其實根本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說 你們認為它是價值的問題 其實說文字不單純是這樣子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對文字的思考 其實要更深入一點 然後歷史建築以日本來講 它其實有的時候 是因為所謂的者 它還不贊成作為古蹟 所以呢 那我們至少先作為歷史建築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它的狀況 我們再慢慢跟你談 所以歷史建築要變為古蹟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人 除非它真的太不具價值 否則只要它具有價的時候 其實它不會去阻擋這件事 如果說所有者已經具有價 然後我又很同意 然後我很願意用古蹟來修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覺得這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不太了解 大家的擔心跟執著是什麼 只是擔心說 你會減比較多的稅 其實我們本來要保存事情 然後我們減稅上去保存 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情啊 當初我們為什麼覺得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覺得 只要化定為古蹟保存區 裡頭通通都可以減免地下的稅 所以那個時候 以前老師不是有那個蛋黃跟蛋白的說法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事實上我們後來才知道說 會變成因為古蹟跟歷史建築 它這個價差會這麼大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夠說 談人今天因為這個地下稅的關係稅要怎麼樣 其實不能這樣講 因為大家將心比心 你今天你要別人保存 然後要別人付出那麼多的錢去修善 然後你給他一些那個減免稅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的啊 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不能夠把這件事情 或者甚至有容忌一段 這也是他本來就應該 只是當然因為有一些國家經常 它不見得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減免地下稅這個事情 本來就是理所當然 不可以為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好像給死定他的古蹟 好像就是給他什麼好處 其實這是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怎麼就是說 我們現在等於是說有兩種聲音嘛 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倒是想再長次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案子看起來 做一個這個 先暫時重置討論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以原樣的回復 可能兩位老師提的就是說 新事證新價值大概是被解釋到 那跟這個東西還是要 徵求大家的同意 也就是說 如果兩位老師講的 新事證新價值 在我們今天委員會的委員裡面 這也是符合這個專業的一部分 那就是說但是 就是說原樣的回復也沒有脫離專業 他應該還是回復到專業均勢 那如果說兩位老師的意見 那這個有反對的 有不是反對的 就是接受更多的就歡迎再發言 如果說大多數多的話 我們還是更考量 但是今天如果出席的委員 在除了兩位這樣的陳述之外 那其他的委員如果也大體上是贊成 就是說原樣的回復 那這也會是一個方式 但是這部分我們要對兩位老師 後續有個交代 就是說 剛才薛委員也提到 後續委員會的監督機制 要能夠發揮出來 就是說如果做了這樣一個原樣的回復 那他一定有相關後續 包括米老師他提到 後續的這些糾夫各方面 甚至跟精進的調查等等 那在這些部分 後續的監督機制 若能夠回復到兩位老師的期望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個選項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先暫時終止討論 針對就是說有贊成就是說 這個新市政新價值要必須堅持下去 要能夠釐清的話 就是說一直這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來展開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拜託兩位委員 就是我們是不是朝這個方式來走下去 就是說原樣的回復 但是加強監督的極致 所謂原樣 可能就是李委員 李斌委員當然提到的 就是說 原來他就是有這個估計的這個事實價值在 但是當時可能有一些時空背景 那這也有點像 我們現在一大社會都很關注的 轉型正義 這轉型正義你要去追究過去的加害者 這轉型正義是很難做的 大概有點類似這樣的一個調調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嘗試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讓他能夠原樣回復 那按照我們這邊理辦的事項的話 是不是就給他以這個 普及的身份來認定 但是對後續的這個監督的計畫 我們必須還是要按照 因為我們從這個案子開始做起 就是能夠發揮監督的機制 不要說隨便亂打亂敲 然後明明他是一個鼓器 可是完全沒有追蹤 我想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按照這樣一個方式 那如果說還有一些細節 必須要修正的 我們也拜託委員 隨時給我們募能單位 來做口頭或書面的建議 我們在下一次的會議的紀錄裡面 把他們拿進去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再來就留在一起 我們不要試 我還要試打個查 因為那個句話 因為這個不關這個 很多的縣市 很多的縣市在歷史間接受了文資群的委託 大概都走向這個方向 盡量都走向原 大概在審查的結論上面 都是盡量走這個原貌復原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是在 但因為台北市幾乎不接受 並且講不接受 沒去申請 這個文資局的補助 所以大概我們自己可以決定 我只是舉這個意思 回復的原因一樣 在很多的其他店都做 但他還是歷史間無損於這個 他該怎麼辦 該定為主機構 該定為歷史間 這個好像依然不是一個條件 我講到原樣子這個意思 我是說 因為他原來在過去 在審議過程裡面 包括王委員跟副局長 剛剛說明過去的背景做法 本來無動就是具備無期的這個價值的意義 我講的原樣子這個 不是說他外貿的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如果說可以接受 我們就先找這個方式 如果還有其他具體重大的變革 我們在下一次會議記錄 確認的時候 可以再提出來 好不好 好謝謝我們下一個案 審議案5 中正區博愛路148150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行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付出辦法 本來辦理情形 這個基地是位於中正區城中段 二小段488489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四種商業區 所有權建物跟土地都是屬於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是上班大樓部分遭租中 原局原百貨位於國安路150號外牆液金整修 並於臨動建物合併改建 本局於103年6月受理民眾提報 並於103年7月31日辦理現場會刊 會刊結論是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2條及通法實行細則第8條 規定於列策最終 後續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台北市結構祭司公會張藝政教授事務所 辦理本建圖的文化資產調查報告 1月29日發函本局申請解除列策 請見附件第二 因此本局秉職權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地極圖跟都市計畫圖請向附件三 本局於今年5月23日辦理 博愛錄148150號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絕入委員、黃委員、詹委員等人 結論略以經委員充分討論後 初步認定對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次專案小組會刊意見後續提送文資大會審議參考 會刊記錄跟現場照片請向附件四 專案小組人意見摘要如下 一、局員百貨店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座現代化的西式百貨 也是當時全台最高的民間建築物 當時四只有台灣總督府高塔及總督府高等法人高塔 叫其為高 局員百貨店也是當時國內西式建築的代表座 它的結構系統形式清晰合理造型簡潔 更配有國內首建的升降梯 所以有其歷史意義 另外局員百貨店也明顯提升當時國內社會活動 內部的販賣餐廳飲用均受到市民高度肯定 對當時居民的社會環境有明顯提升 其創辦人也是日人來台發展的重要人物 第三項建築物主體經多次登改建 外觀水有改變 但仍保留其樓室內及室外住的萬強等 現存結構經民國57年大改建 有許多安全餘歷 疑慮 經耐震評估其耐震能力不足 補償所費不支 第四項建議局員百貨店 針對外觀現存結構外場進行保留修復 至少應保存期樓及屋頂電梯的部分 可參考台南零百貨一元型修復 呈現出原有繁榮之面貌 辦理情形的第六項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今年8月12日發函本局 說明他們的保存立場 並且期望能和周邊屋主合作開發 以保留局員百貨外觀意向的方式 延續臺北城歷史記憶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實行細則 第七至一條辦理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請想附件六 其他補充資料是 局員百貨文化資產價值調查報告書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請委員想附件 這是地極圖 框起來的部分是 148-150號 都市計畫圖 這是舊時代的照片 左邊上面是線框 右邊是地面也是線框 這是當時會堪辦理的內部結構跟會堪照片 你辦 法案你請同意登陸中正區博愛路150號建委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是巨人百貨店總類其他其他傾向有建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巨人百貨店由日人種田融製創立1932年開幕 是重要的地標建物也是台灣首座現代化百貨公司 光復後陸續改為中華國貨公司等等 為台北商業發展及都會生活的重要歷史見證 本案建物外觀造型簡潔也是當時台灣西式建築的代表作 雖然經過多次改建 但是原結構體跟電梯頂部結構上水 未來有恢復原貌的可能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四款評定基準 其他事項 未來進行修復工程時需恢復原有利面七樓 本案提清本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以上報告 有多少 我們陳其仁六人 但是國泰建設他們有針對他的後續的使用部分 有一個檢要的報告 那我們先請國泰先生說 好 國泰先生說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專利證據務司 先就那個調查的部分先做簡單的報告以後 再有國泰建設 我們都會說明使用的方向 國泰建設針對居原本 然後有回顧我們是不是首先做 之前的文化資產的等於是先行調查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GM擺佈 他的原始的基地面積 那148號是上面那塊後來興建的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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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由重點農至所先見可以跳過 血液 我們有收集了當時的許多的資訊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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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列出他的整個大四季 軍人擺掘在朝央七年的時候 一月開空 然後十一月就已經完空落成 十二月五號開幕 所以他在短短十個月就蓋好最高層的建築物 他在後來有陸續修補 在五十七年的時候 產權移轉為私人 就造成整個GMI獲得一個大的變動 包括他的利面跟所有的內部空間全部都改動 再來到六十八年的時候 有利面的一個修改 可是這一部分對整個結構體的一個變動就不大 可是他的用途就從百貨公司變成半空道 所以我們把它整理成為那個GMI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他興建晚到那個民國五十六年 那這一段期間他的整個結構體立面都還算完整 那我們把立志康的政見的 我們大概都有做那個立體的標示出來 他每一個時期他所增見的一個部分 那他的變化的情形 那到五十六年的時候 那整個變化大概都不大 可是到第二階段五十七年的時候 他把那個148號蓋起來以後 他就把這五個他所有的包括室內的樓梯電梯跟廁所全部都打掉 然後把整個正立面跟正立 就是整個沿街面的那個線條全部都也都去除 然後把六樓七樓原來的七樓退縮的都再補起來 所以他整個立面就完全都改觀 然後他的內部空間也全部都改掉 那到了第三階段就是六十八年的那個 就是因為他的用途變更變成半空大龍 所以他整個變成一個文木牆 那他只是文木牆的一個加掛 他就變化不大 那上面是遠國外路的立次的變化 的立面的變化 下面是恆陽路的變化 那另外他整個空間機能的改變就是整個房子的一個改變 所以那整個外觀也都改變 那其實內部的構造 大概因為他的一些樓電梯的一些改變 而也有所改變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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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頁 那在除了整個這個變化以外 在結構上的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他整個的一個 因為增建而改變了 下一頁 那所以 那整個結構的一個修改 那這是那個結構的一個調查報告 他的損壞的 各個損壞的情形 下一頁 那最嚴重的是他整個房子的一個中性化 那從一樓到七樓 大概只有七樓的一個部分 沒有這個情形區 都中性化嚴重 那整個結構的那個耐震力也達不到現在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在結構報告是 對於他整個是建議是予以採取重建的 那所以我們是基於那個公共安全以及都市發展 以及外觀方面 希望他配合整個文資的一個保存的一個重新開化 那有葉子 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還有要補充嗎 還有直接嗎 可以講個一兩分鐘 一兩分鐘 是 主席各位 可以嗎 那就麻煩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剛剛武安 我是國安健身代表 畢竟正好 再次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個 國安路150號 就比如局員百貨 他是民國21年完工的建築物 他沒有地下室 那本來建築物是後來加建到七樓 目前屋齡84年 歷經民國24年 關刀山大地震 還有民國88年 九一大地震 那今天檢驗他的穩泥土 目前那個RC的中心話蠻嚴重的 另外在國安路148號建築物 原來為宿間的三樓透天 後來在民國五十年拆除 新建一棟 地上七樓地下一樓建築物 在跟原本150號的建築物連接 並大幅跟動150號的建築物 裡面的室內合間結構 包括電梯、廁所跟樓梯 並做了150號建築物 原始外牆的大改 目前148號都不靈為48年 那民國六八年 四八一堂取得後 作為總部 整修的時候 將外牆全部改為 玻璃的墓室的新式建築 那目前148號跟150號 結構已經相連 依那個西施工會 實體檢驗 內生力不符目前規斷需求 以後大地震來提示 民防控裝將產生安全問題 故意建議民工之後 加速重建 那考量當地國安部 和平安部的歷史的意義 還有西面北面鄰居 合併重建的規範 本公司希望 能以支援百貨的外觀印象 進行開放重建 以延續台北城的歷史回憶 好 謝謝 來 謝謝 那我們有六位陳情人 那每位是三分鐘 我們兩分鐘會按臨一次 那第一位是林中奎林先生 各位長官 各位委員大家辛苦了 沒關係 我們就是把握時間 你覺得百貨作為全台灣的第一家百貨公司 那它不管是在經濟史 建築史 戰爭史 文學 就不是一講美術設計 它非常多的價值 攝影史等等 庶民生活史 甚至 穿扁 戰前跟戰後的台北 或整個台灣的城市 極力的繁殖 就 我們可以落落長想兩個小時 但是 我們不可以追溯 今天或許 我們剛剛看到文化局的 事前的報告 都已經對於 委員們對於局員的歷史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而且 目前是你版 就是以歷史建築 為一個目標 做登陸 那我想 就是 比較放 時間在討論 在這個部分 今天上跟各位老師 各位先進前輩 請教的就是 一直以來在 文化資產價值認定的時候 常常必須去處理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應該以 現在 這個當下 2016年 原貌保留的程度 做為 文字價值的 判斷的依據 或者是 應該來以說 它將來 有可能恢復 原貌的 那什麼程度的一個潛力 來做為 價值的依據 通常 在過去的個案 我們常常就是 當下 不管是剛剛 市民國家也好 或是南蔡原宿舍 都會去看說 現在還留下什麼 那我們給他補給 給他力見 或是給他不同程度的 一個文字 什麼 也有很多 不同的 比較特殊的案例 包括像 像是我們都知道 當大澳城的長老教會 清雲閣完全被拆除了 或是像大阪商船 已經正改建到 完全看不出原貌 但是我們 仍然讓他有一個 比較高的層級的 文化資產的指定 那是因為他有一個獨特性 那我們來談局員 他是不是具備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讓我們用一個 比較高規格的 一個態度 來對待這個 全台灣第一間百合公司 如果是一個公有產權 而且目前如果沒有 面臨多根 或者是產權單位 有一個開發期望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 他在台南 他已經是平白貨 他已經是有 文創的價值 那我們是希望 其實就前幾個月的新聞 我們也看到 國泰的股東會 就是有股東也是 很關心這個議題 就直接去問董事長說 是不是願意讓他 是有一個古蹟 而不是歷史建築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古蹟跟歷史 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意義上保存就好了 還是說 因為他是局員 他有這樣的特殊性 我們要讓他整棟保存 那當時 國泰在媒體上面的反應 也是相當的具有善意 就是如果他們就是看文化局 跟獨化局 最後得到怎麼樣的一個結論 他們比較辦理 所以各位委員 還有文化局的官員 我覺得不用針對這個 有什麼壓力 就是按照他真正的價值 我們讓他有一個 應該有的歷史的定位 那當然我們也談到所謂的 包括混凝土中心的話 還有他的結構 是不是八十幾年 當然古蹟一定是會有 這麼長的年代 這是不用講的 那至於我們現在是不是 就是要用行空戰略 用101的標準去檢視一棟 1932年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物 我都知道台灣圖一 建物會設在台灣營造史上面的地位 他的建築基石 圖目基石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的材料 好 那最後再更新大家 局員 就是利劍跟古蹟插在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古蹟身份的話 我們會得到一張皮 我們這件事情在液晶屠宅 已經是代表那個時代的進步 跟那個時代的觀念 如果走到現在 台灣如果是一個沒有什麼進步 或是我們對於文字的觀念 如果沒有什麼前進的話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讓他 就只有一個意向復原 非常可惜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 鄭普隆鄭先生 好 下一位鄭普隆鄭先生 好 何錫 何老師 還有齁 四個國務院 然後這邊 三題發布的事情 依舊 依舊立例加目 今天 我先給大家看一本書 然後 明星咖啡館 我想 大家 老師 在這個觀念 應該有去過 然後局長打過 國泰正社 那種觀念 就在那邊 相隔不到五十公尺 然後 博安路 現在 唯一最有人情無畏的 一條街道 就是 恆陽路 跟武昌街 這一段 然後 所有的 台北市的 城中區的 就是 從日本時代 到現在 還保存 三層樓以下的 跟四層樓 到四層樓以下的 浴室舊物的 精華區 就是在恆陽路 從 從 國外路 從衡陽路到 武昌街 然後 轉 籌劃廟 也是 咖啡館的 這一段 我在那邊 導覽了 快一點 快一點的 做 我每次走過 那一段路的時候 我 我 我坦白我活在 活在 活在 就是活在那個 年代的 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 一般 聖民 一般 那邊的 人民的 生活的 點點點點點 然後 就是各樣的 消費 然後包括 試運食品 包括很多的店家 都是超過三十年以上的 店家 但是如果說 今天如果 我們有個 開發派的 文化部門的官員 開發派的 文資審議 老師 然後開發派的 長官 坐在這邊 今天 如果說 當地 陳普通 幹來的旅館 當地 陳普通 拆掉 包含 明星咖啡館 站內 三十多前 那邊的 地段 在台北 好好看的時候 有幫助 說 那邊要公分 如果明星不見了 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還 還未喝到 俄羅斯咖啡嗎 還未吃到俄羅斯咖啡嗎 還未吃到俄羅斯咖啡嗎 擦掉很容易 可是要蓋回來 各位官員請你們想想看 今天還要包括 北門遊區裡面 還要蓋兩棟 超高層的大火 然後其中一棟 就是旅館 我想問 從北門遊區 到 口信南路 到 到北門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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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三百多 將近一百多家的油管 請問你們還要再蓋下去嗎 謝謝 謝謝 好嗎 我希望 教父指導 還有 所有的 教導老師 所有的官員 你們蓋好 只是想想 台南人擺貨 好 台南人擺貨 都能把它 口信蓋好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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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是 是 連木偉城 連先生 主席還有所有餘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衡陽路73號的地主,畢姓蓮 我們從98年的時候,國泰建設有邀請我們參與都更 一路整合到了102年 實際上所整合的範圍除了我們73、73至1號之外 國泰的柏埃路148、150號還有152號、154號、156號 在那麼長的時間之內,我們實際上整合到目前為止 只剩下我們73號、73至1號 包含國泰的148、150號還有柏埃路150號 總共才只有四個地主而已 四個地主的時間,我們歷經了這些相關時間的 大家很漫長時間的一個過程當中 好不容易在102年我們正式準備要去 去景都跟規劃公司幫我們去辦理的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文資審查的相關事情 我們並不是反對要去把歷史給我滅掉 可是重點是今天國泰建設它的那一棟房子 它除了原有的外觀已經不見了之外 它裡面的結構經由紀事公會的鑑定之後 已經有為公共安全的時候 實際上它倒下來的時候所產生到的不僅僅是面對 國泰或海洋路的馬路也包含我們旁邊的領房 那都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一個問題 那今天在這樣子的一個考量之下 我相信對建設公司來講它也非常的具有 所謂國泰建設他們大公司的一個企業文化跟形象 他們約一戰未來在更新後的立面上面 能維持原有的局員百貨的一個所謂的 那個意象的一個立面外觀 其實那個我們也是非常樂觀其成 所以拜託請各位的委員 請在相關的公共安全或者是歷史文化 保存的一個折衷裡面 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改建 謝謝 第四位 孫啟榮孫先生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中國科技大學建設系孫啟榮 我們現在正在一個關鍵時刻 我為什麼說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 那個局員百貨這個房子在整個衡陽路上面非常獨特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完整的過去跟很重要的歷史位置 它跟我們整個衡陽路兩側的這個街舞形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我們來講 目前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站在一個政策決斷的過程的立場上 想懇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把局員百貨指定為古蹟權動保留 並且希望以文資委會的建議提請都市設計審議委會 能夠擴大這個基地的範圍 讓周邊的地主能夠雨入均沾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目前 目前 那個 國泰建設盤最缺的並不是錢 我們所理解的 他們在這個董事會裡面所提的 他們缺乏的是 其實是看見這個城內未來的新的願景 海北部區剛剛前面有幾位說到 我們這個整個城內地區的那個旅館已經飽和 所以今天我們用以大面積換取利益的觀點 可能並不能夠在這個城內地區建設 所以最有意義的應該是說 保留局員百貨這種獨特的特質 然後讓這個未來的開發能夠配合這個特質 產生一種新的行為 這才是我們可能建立的典範 台北城內需要建立一個典範 以文化資產領導城市建設的開發 建立成一個以生活以及歷史資產 作為我們重要生活元素的一個開端 台北市政府現在需要一個鼓勵大家 拉近彼此距離 能夠爭取彼此共識的機會 我們需要有一個能夠讓彼此都能接納的立場 剛剛的地主我聽了 我真的是完全支持他的想法 經營了這麼久 他才只能講到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在文字會 能夠做成這樣的決議 能夠進一步促進這個周邊地主的合併 我覺得這對整個台北市都是非常正向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 沒有人應該是所有人都受惠的 我覺得從很多人都講到過去 從南港瓶蓋工廠一路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大家不斷的在這裡 爭取花資產的歷史位置 今天一整個下午聽到各位委員 在彼此積極的在討論歷史建築 古蹟等等的認定 我覺得我們城市真的是有希望的 但是這個城市的希望應該是建立在 彼此有共識爭取多贏的機會 我認為把這裡指定成整棟之古蹟 是一個真正開始一個我們彼此接納的典範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第五位 郭兆麗 郭教授 我是台北大學退學的老師 今天因為看到一個年輕人 為這一棟房子的努力我很感動 所以我就來特別跟各位溝通一些觀念 我有三個概念要跟大家溝通的 第一個就是歷史建築是人民共同的記憶 是共有的資產 無論公有或私有 都是逐漸公共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才會用人民納的水來修復它 有它的合理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在台北的三次街的重要的記憶 我們現在還剩下多少 台北城曾經繁榮 但是留下了什麼記憶 居原廠 這邊是像剛剛李宗奎所講的 它是第一個現代百貨公司 第一個高樓 第一個流龍 第一個有電梯的流龍 所以它的重要性我想不可言喻 在古城區裡面 僅留下的資產需要定定什麼呢? 我們需要定定都市設計準則 細部計畫修訂 整個活體保存的再生計畫 但這一點我們都沒有 整個都市都沒有對古城區的 剛剛所講的這些計畫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 Typomorphology 而不是零碎的指定哪一棟房子 該留多少 需要各種專業一起來討論 不是古物保存 古物的指定的問題而已 它是一個活體計畫 所以古城區應該是個整個歷史街區的指定 古城區是個完整的蛋白 是個完整的雞蛋 這個蛋白裡存有許多的蛋黃 是個金雞蛋 菊原是個重要的蛋黃 所以你要從整體都市計畫的角度 來談這個歷史保存的問題 它是正空間與副空間 建築與都市的一個溝通問題 所以剛剛孫教授來談說 你要從街道 所以要從街道